開學日將近,縣內各學校都積極地進行開學前防疫的準備 南關國小是普里鎮最大的小學之一 為了讓學生回校上課在防疫上能夠更加落實 校方也相當重視相關防疫措施 那這邊就是要拜託各位家長,就是我們開學之後呢 我們校園是不開放的,所以家長是沒有進入到校園裡面 那小朋友呢,我們一樣早晚都會測量體溫 如果有狀況會通知家長 因為幼兒園的小朋友他們比較小 那我們目前呢,就是也是一樣 盡量就是家長不進入校園 那我們老師會在門口那邊協助 把小孩子帶進來 另外就是如果孩子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狀況 因為我們還有一些特殊生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的家長,我們會特別就是請他們做識別證 南關國小小互表示 為了因應開學防疫工作 學校已經準備吃力酸水、漂白水等消毒用品 並且每週都會在每一間教室 利用消毒水以及紫外線燈消毒一次 希望以最嚴格的標準來做防疫 消毒方面的話,我們每個班都會有吃力酸水 也有分漂白水 然後每週一次紫外線消毒燈消毒 然後班級都會有輪流順序表 我們都會照這個順序表來消毒 那漂白水的話,一比一百也是每個禮拜會消毒至少一次 如果有通報、流感或者發燒 或者是有拉肚子小朋友有腸胃不適的話,我們還會加強 縣議員林芳瑜肯定南投縣內各級中小學 為了因應開學,積極做好防疫工作的用心 同時也希望家長們可以配合校園防疫工作 保護學童上學的健康 也希望在防疫期間,尤其是家長在送小朋友上學的時候 也要嚴守我們的防疫規定 大家做好防疫的措施 不管是我們學校的安全 還是對於大家都是一個必要 也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所以除了落實自己本身的防疫觀念之外 也希望說能夠充分的配合學校的防疫措施 讓我們的學生能夠在一個安全的校園當中 能夠安全的學習 副議長潘一全表示 開學日將近,許多學校針對防疫工作 也都已經做好準備 希望除了學校的防疫工作準備之外 家長們也能夠配合校園防疫作為 讓學生可以有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 記者 陳維一 普立正採訪報導 到晚了 到晚了 我們下次再見